街头枪声大作 伊朗投进示威进入第四周 越来越多年轻人成为枪下亡魂 死者之一包含9月底参加示威的16岁女学生 当局为了捏造死因 还逼迫死者的舅舅舅妈说谎 谎称她是坠楼而亡 不止公然说谎 这里拜海传出伊朗教育部会抓走学生 更往精神病院进行再教育 人权团体说 伊朗政府还使出停电奥布想掩盖罪行 期间甚至动用机枪对付手无寸体的民众 随着最初受害者艾比尼死亡将满月 伊朗各地的示威越野越烈 但官方却定调相关活动是受到外部势力干扰 无据政府打压 伊朗民众晚间仍继续焚烧革命卫队成员的雕像 商家也跟进大罢工 而在科索沃也有女性减法声援 要以行动表达出拒绝沉默的决心 TV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 小铃铛